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耳朵里就传来一阵嘟嘟的声音 金夏眼含着泪 咬着嘴唇 颤抖地手回拨着陆一的号码 拨过去得到的结果是陆一已经关机了 他刚刚载过安检 来不及接电话 小姐 请您登机 机场的工作人员提醒金夏 我不走了 金夏拉着行李箱就跑出了机场 坐在出租车里 金夏低着头在沉思着等会见到陆一要说什么 说其实他曾经喜欢他 现在也还喜欢 还是直接给陆一一个拥抱 他害怕自己会喜欢陆一到无法自拔 在决定不喜欢陆一后的每一年生日愿望都是道 不要喜欢陆一 不能喜欢陆一 他着急的 想见到陆一 可是天宫不作美 堵车了 原本半小时就到的 他花了两个小时 在陆一的出租房门口 金夏深吸一口气 不慌不忙地敲门 敲了很久 门没开 金夏沉不住气了 大喊道两声 陆一 开门啊 门还是没开 金夏还想再喊一声 他突然不想了 他了解陆一 说了不会就不会了 就如陆一当年说要考清华一样 任凭学校说保送 他还是坚持自己考 而且不负众望 金夏狼狈地提着行李箱下楼 觉得自己多此一举 他不知道的是 陆一在他来的一个小时前背着背包下楼了 屋里没有人 师父 去机场 乘坐上出租车的金夏面无表情地说 好的 师父开了一会 金夏突然道 师父 不去机场了 去天阳艺术馆 师父锁了锁眉头 掉头 天阳艺术馆的大门还敞开着 万幸 他微微笑了笑 他以为今天中秋 艺术馆关门了 小姐 你的这三幅画 我们只能给八万 店老板看了金夏的画出价 他这三幅画 可是他省吃俭用花了十五万买的 能在家店吗 店老板看出 金夏缺钱不能了 你要是不同意的话就去别处问问 金夏咬咬牙 好 八万就八万 一个星期过去 没有人知道金夏的具体去向 两个星期过去 还是没有人知道金夏的具体去向 把李清清和张涵都急坏了 能联系上她的联系方式都用了 还是不能联系到她 两个星期前 金夏在姐妹群发了一条信息说自己去旅行了 叫他们不要挂念 这过去半个月了 没有金夏的任何信息 他们不只是挂念 更是疾疯了 我们的陆某人 心里急得不得了 面上却表现出像没事人一样 中秋的时候 她出国了 是去出差 她要让自己忙起来 才不会闲下来胡思乱想 而现在的金夏正在北京的某酒店里伸着懒腰 从后面看 乱糟糟的头发里 插着一支铅笔 正面无法直视 那黑眼圈大的吓人 可她却异常地高兴 盯着电脑屏幕上显眼的那几个大字 我不能爱你 笑着自言自语道 终于和过去的自己好好地告了个别 她将手机开机 看着一条条地寻她的信息 从头翻到尾 没有看到她最想看到的 心沉沉的 在姐妹群发了条信息道 我很好 在北京的 这几天太忙了 还要忙上一阵子 等我忙完了 我们大吃大喝一顿 我请 别告诉陆毅 我在北京 金夏又急忙补上一句 就算金夏不说 李清清和张涵也不会告诉陆毅 因为陆毅最近表现得 事不关己的样子 他们才不会自作多情 下了班 陆毅在地铁站等车回家 车还没来 口渴的她从公文包里掏出一瓶水 打开瓶盖时 被一个看着漫画书而不看的陆女孩撞了一下 她瓶子的水洒在了她的衣服上 也洒在了女孩掉在地上的书上 哥哥 对不起 十五六岁的小女孩连连跟她道歉 原本生气的陆毅听了女孩的话 一下子心软了下去 金夏以前得罪了她 就立马说哥哥 对不起 她蹲下去帮女孩捡书 在翻开的书页上 看见这样的一句话道 我喜欢你 从上高中开始就喜欢你 十一年了 但以后不会了 这句话怎如此耳熟 这不是她对金夏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她寻找着书的作者名字 看到陌生的名字道 烟火 她又详细地看了看书名 书名是道 我不能爱你 书名陌生 作者的名字也陌生 可那一句话告诉她 这本书一定与她有关 在哪里可以买这本书 这本书不卖 是作者送的 你认识这本书的作者 不认识 作者的漫画书连载在微博上 我被作者选为幸运读者 所以作者就送了我这一本书 作者的微博名字叫什么 就叫烟火 录一把书还给女孩 没事了 你走吧